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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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真诚恭敬的心来灭怀祖的纪念祖先 我们香港从2012年起每年举行祭祖大典 从最初既是中华民族两万三千八百个现实的历代祖先 到后来同时也记住全世界固族的历代祖先 一直到今年6月和7月 我们在英国伦敦和威尔斯相继举行了世界国出万幸先祖的祭祖大典 这一切都是为了普遍提倡孝敬的美德 希望全世界人都能够提起孝敬的心 建立起德行的根本 祭祖是表达对祖先的孝敬感恩与怀念 是博望根本 银水四月 知恩报恩的高尚德行的具体表现 对于千百年的祖先 尚且念念不忘 感恩待得 对于眼前的父母 与司长哪有不孝敬的道理 所以祭祖的主要目的是提倡孝敬 孝敬是做人的根本 孝是根 敬是本 孝敬是一切德行的大根大本 孝敬上述 教民亲爱 莫善于孝 教民离顺 莫善于提 教导人 教导人民 相亲相爱 没有比弘扬 孝敬 孝敬 更好的了 教导人民 遵循理解 顺从掌上 没有比弘扬 剃道 更好的了 孝敬 以父母 为代表 孝顺父母 然后 把对父母的亲爱 推而广直 对一切年长的人 都要尽孝 乃至最后 推广到 爱一些人 一切万物 所谓 爱心并欢愉 善意满人间 剃道 包括四道 以老师和长辈 为代表 尊师 忠道 尊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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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 把对四党的尊敬 推了广直 对一切从事 教学 与文化 工作的人 都要尊敬 乃至最后 推广到 尊心 一切人 一切万物 沉辱 离记 距离 所说的 无不尽 佛法 所说的 一切 恭敬 孝敬的教育 在祭祖的过程中 都 包含了 所以 老祖宗 古生献献 把祭祖当作 非常重要的一桩 大肆 来看待 春后 社会风俗 非常良好 因此 祭祖 是一种教育 不是迷信 不能疏忽 离记 学记上述 建国 军民 教学 威信 建立 一个国家 领导 全国人民 教育 最重要 最优先 中国自古以来 重视教育 在孝敬的基础上 建立起 能理道德 因苦 圣贤 教育 这四种 普世教育 把人都教好了 人人 懂得孝敬 人人 重视 能理道德 深信 因苦 尊重 圣贤 君子 社会 就有 秩序 安定 和谐 中国 五千年 文化 传承 历代 改朝 换代 都没有忘掉 根本 提倡 孝敬 提倡 四种 普世 教育 所以 社会秩序 恒快 恢复 太平 盛世 出现 人民 过着 真正 幸福 为满的生活 今天 社会 动乱 根源 就在于 孝敬 没有了 我们今天 提倡 孝敬 孝敬 年轻人 听的 听不进去 不能接受 他说 我们这是 怪论 谬论 不惑 时代 乐乎了 孝敬 没有了 他怎么会 懂得 尊师 尊师 中道 思道 自然 就 消失了 今天 学校 虽然 多 商业化 要说句 不好听的话 叫他 学店 开店 生意买卖 老师 在贩卖 知识 学生 缴拿 昂贵的 学费 来买 知识 由于现在 孝敬 尊师 都没有了 伦理 道德 英国 圣贤的 教育 也就 没有了 所以 今天的地球 社会 都乱 乱的程度 是几千年 历史里头 没有过的 实无前例的 全世界都乱了 对于 今天社会 动乱 用什么方法 来化解 老祖宗 告诉我们 还是要用教训 叫什么 叫孝敬 也就是 叫孝敬 尊师 孝敬 尊师 必须 父母 与老师 密切 或者 才能把小孩 叫好 父母 要教自己的小孩 尊师 中道 如果让老师 对学生说 我是你的老师 你要尊重我 这个话 是说不出口的 所以 必须要父母 叫儿女 尊师 中道 为什么要尊师 尊师是为了 中道 因为你的智慧 启发 要考老师 老师的恩德 跟父母 是一样的 同样的道理 如果要父母 对子女说 你要孝顺我 我是你的爸爸 这个话 也说不出口 所以必须要老师 去叫学生 孝顺父母 因此 老师叫学生 要叫孝 叫学生 孝顺父母 父母叫儿女 要叫尽 叫儿女 尊师 中道 孝于尽 是开发你 自信 功德的工具 因为他们是 与信德 相应的 如果大家 重视孝顶 为子孙 做出好榜样 社会就安定 如果不重视孝顶 违背孝顶的原则 社会就动乱 孝顺经 不但是人伦的根本 而且是 各个宗教神圣 是祝佛如来 大道的根基 不孝父母 不敬寺掌 即使孔子 社加弗来教 你都不会有所成就 你修的善法再多 都是虚假的 不是真实的 所以不能成就 你的对象 为什么 因为你没有根 没有本 没有了根本 就像花瓶里面 开的花一样 看起来很美 两三天 就凋谢 哭死 所以 真正想 成就圣贤君子 一定要从 孝敬的根本 修起 我们 希望这个社会 能够恢复 良好的秩序 这个秩序 这个秩序主要不是靠法治 法治是勉强的 治标不治本 这要靠教学 教学是从内心里面生出来的 善心 善意 善心 无疑不善 这才是根本解决之道 我们必须在孝敬的基础上 弘扬四种 普世教育 才能恢复 整个世界的安定和谐 从2003年起 我代表澳洲 参加联合国和平会议 把中国古生献献 治理国家和谐社会 这些理念方法 介绍给会友们 他们听到 欢喜 赞叹 但是散会之后 告诉我 法斯 你讲得很好 我们听得很欢喜 这是理想 做不到 那就是 大家没有信心 我讲了没有 不要讲了 要让大家生起信心 必须 拿出证据来 由于这个原因 随我年轻零五年 我们在中国 找了一个小镇 做了实验 教导小镇居民 落实孝敬 展开如舌道 三个根的教育 弟子规 是伦理道的教育 太上感应品 是英国教育 实验业道 是圣贤教育的基础 结果 四个月 效果卓助 四万八千位 正名 良心 良心被唤醒了 做事情 凭良心 不敢走 饿了 犯罪率和 离婚率 都大幅下降 小镇风起 焕然一新 做出 活血社会 离异 家帮的典范 年七年六年 十月 我们把这个事业 成功 向联合国 教科文组织的 大使们 代表们 报告 他们听了 都很受感动 有三十多位大使 以个人身份 前往考察 看到我们 确实做出效果了 他们的印象深刻 非常欢喜 推广 小镜 和普世教育 效果很快的 是 道德讲道 有一处 道德讲道 已经办了四年 每个月办两期 每期七天 专注学习 小镜 和能力道的 因果深贤教育 七天 就能把人家好 帮助人破密开物 非常有效 人一旦觉悟了 逆词 变成孝词 卧人 变成善人 暴力 变成货血 离婚的人 复婚 吸毒的人 接触毒瘾 成功率达到 百分之九十以上 到现在 已经有三万多人 亲身受业 这充分形式了 孝敬 和普世教育 具有净化人心的 强大力量 也让我们看到 这个世界前途的 一线曙光 所以 我也在鼓励大家 开办 道德相当 这对于端正 世道人心 促进社会 安定 获喜 具有非常 喜人助的效果 是一件 功德无量的 大司业 台南基罗斯 叶半 道德相当 一年多来 效果非常好 每一期 都有很多人 改过 相认 有很多 感人的故事 所以我建议 在座的 诸位大德 有心 为社会 获喜 做出贡献的人 应该联手起来 办 道德相当 如果 每个地区 都能开办 道德相当 社会风气 很快就会 好转 继续推广下去 世界和平 是指日可待的 这就是 孝敬和普世教育 对当今世界 做出最大的贡献 今天 我们感到 非常荣幸 能够有这个机会 向大家报告 个人的一点 学习心得 感恩 祖宗 把孝敬 把普世教育 传给我们 基祖 就是我们表达 对祖宗 感恩之情 沉传之约 活动 非常值得 提倡 我们应该 激发起 使命感 责任感 把祖宗 留下来的 宝贵 文化遗产 继续 传承下去 如果每个人 都能付出自己 一分力量 在孝敬 和普世教育 的推广上 做出贡献 这个世界 一定会 越来越好 最后 祝福 发挥 顺利 进行 圆满 陈旧 祝福 各位 身心安康 光瘦 无量 谢谢大家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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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